都 savoir 我只是认识 什么 很多 rural 小姐 一定是高兴的 你们是乘坐直升飞机 提前到达 要不然 这位患者就彻底没劲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们落地之前 病人就已经快不行了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们的航班准时到上海 也不一定能赶上手术 对吗 不是不一定 是肯定赶不上 徐医生 幸亏机长安排直升飞机 让我们提前到达了 你先去 旅行是这样啊 你弟弟去见了女方的家长了 这婚事呢 说话就提到医生上来了 戒指 你不出钱也就算了 但是这房子 你得帮宝解决呀 没房子 咱们宝结不了婚哪 我呀 今天就 舍下我这张老脸 我就让你 套钱 给你弟弟买房子 你 这个忙 帮还是不忙 你现在给我一准话 雨清啊 你爸可饭不吃觉不睡 就在那守着等你回来 这可怎么办 关雨晴 我亲爱的二姐 雨清 我告诉你啊 保二的婚事等不了了 爸爸的态度你很明白 不太好 就说说门口等你回来呢 找徐大夫问一下 你就等着给我上枪吧你 你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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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你逃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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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怎么突然就飞上海了呢 你看你不是说好了 到哪儿都跟妈妈报备的吗 妈妈打电话到医院 才知道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妈妈 会多担心呢 乖乖 手术做完了吗 吃饭了吗 上海那边还下不下雨啊 明天都不得回来 几点回来啊 乖宝 妈妈给你炖了虫草鸡汤 托人买的乡下走地鸡 知道你做手术不容易 专门给你留证呢 早点回来啊 不许老让妈妈担心 乖 怎么不回妈妈微信呢 你在哪儿呢 你站起来站起来 站起来让妈妈看看 卫生间 卫生间我都给你打扫干净了 对了 这儿在 记住了啊 一会儿到楼下 你附近的超市 去买个一丝心的手 让个费照换取 吃完饭了吗 你看看 怎么几点了 这么晚还没有吃完饭 你看看看 妈妈再一吃饭都不回来 小小的我帮你跟你说 赶快去吃饭了 等一下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给妈妈拍张照片 大本 谢谢 做事 喂 雨晴 我跟你说啊 那有贵宾态度特别强硬 闹得是赔偿都没有用 就是要处罚你 再介绍无期迫降的事 你这处罚一旦成立了 你一直争取的教练机长 可却没戏了 行了 明天再说吧 睡了啊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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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你 是不是这两天那个了 不是 不是 我就是跑步 跑着跑着我就 我就肚子疼 我还帮你检查一下 没事 没事 分半岸疼吗 这 这疼了吗 我不疼还好 这呢 还好 这呢 就 就这儿 就这儿是吧 对对对 那我这么重岸有没有变化就疼痛了 就还跟刚才一样 左下壶疼痛 下岸疼痛感没有加强 重岸也没有变化 说明你不是病理性疼痛 应该是压力太大 导致的肠筋卵性疼 谢谢啊 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走 我送你去医院 我不去 我不去医院 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有你这种 惠疾疾疾疾的人啊 走吧 我说不去就不去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事啊 不是 那个 对不起啊 好好好 我承认我 我确实是压力太大 那你住那儿 我送你总行吧 好吧 你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能走 我跟你说 你放我下来 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不去医院 我真没事 以前在航校的时候 那些训练比这个痛苦多了 我能挺住 没关系的 真没事 谢谢 来 把衣服了起来 干吗 热敷 我自己来 怎么这么烫啊 请听医生的 别烫着 别烫着你啊 别烫点 好烫啊 要够热才有作用 那 你不嫌烫啊 你的手都烫红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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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好点了吧 好多了 好像也好多了 谢谢啊 你怎么刚好也在上海啊 刚才那么晚出去跑步 到底有什么压力啊 医生的问询 病人必须回答 每天 每天一睁眼就感觉 身边全是需要依靠你的人 没有人为你分担 没有人 能够帮你解决任何问题 只能靠自己坚强地挺着 撑着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点心疼自己吧 但是 没有选择 你知道人体最强壮的肌肉是哪儿吧 心脏 你说对了 是吗 但我看了那么多病人 也知道心脏有多脆弱 越强壮 意味着要承担越大的压力 如果不及时排解 心脏其实很容易受伤 所以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 严防死守是勇敢 真听刘璐就是懦弱 好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当然 不要感谢你今天照顾我 你的腹部经晚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好 叔叔 阿姨 你们先来了 刚来一会儿 坐吧 别坐那儿 我坐那儿 小王儿来了 坐吧 这位是 叔叔 阿姨 你们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晓 今年二十九岁 是国际注册会计师 月薪四万 在四环呢 有一套独立的婚房 我看过李贝的照片 它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叔叔 阿姨 这位是 他是李贝的 表哥 表哥 表哥好 请投我一票 我在我爸爸的公司打工 我的互联网公司 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 明年在这两年呢 其他还真没整 就是房子多 如果叔叔阿姨喜欢的话 可以换这种 我挺喜欢小孩的 反正家里挺大的 孩子们可以在厅里 骑个小车 开个幼儿园的派对 都没有什么 这两年呢准备移民 如果叔叔阿姨 有意愿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那么多呀 咱们都明瞞胜呆 收到我的 behave 就 resilience 下去的话 全呢 非常討厭 可以 咱似那个 贝贝呀 你的房子呢 一会儿让我们都看不见呀 我凭什么让我最爱的女儿 跟着你去过穷日子 雷 之前咱们不是说清楚了吗 如果房子的事情解决不了 我们也不为难你 但是你也不想耽误贝贝 对不对 对 今儿我就跟你们说一句 交底的话 爸 妈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从今以后我们一条心 房子的事 只要你们一句话 无论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我都愿意做 你 真的愿意当我们家的儿子 亲儿子 好 那就把你父母约出来 当面说清楚 你看这是哪儿啊 雷雷就自己先跑了 本来说好硬起来的呢 你这事你保不张了谁张了 他先来这一开 别扫开他 你看你就老惯着吧 惯着他没样 你看你这事 幸福就这地 我到了 行行行 不说不说 雷雷啊 是是是 行 雷雷啊 雷雷啊 你这地儿啊 安排得不错 是吧 是这儿吧 大方 来了来了 好 你们先来了 好好好 爸妈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我跟你们经常说的 我的贝贝 叔叔阿姨好 我是李贝 好好好 你好 你好 这位是贝贝的爸爸 这是贝贝的妈妈 这看着您年龄在我之上 我得叫您哥 我叫李爱国 关佑您 谢谢啊 请我们吃饭 应该的 应该的 快坐吧 别客气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坐 Shouldn't you 来来来坐坐坐坐 对呀错呀 对 好 坐 好 还 还 好 还行嘛 来了多久了 住一会儿 这 这两个孩子都 谈了半年了 咱们两家人 今天总算是坐在一起了 是吧 是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 孩子们的事了 是吧 贝贝这孩子呀 一看就招人喜欢 不是吗 宝儿啊 你也是的啊 你早就应该把贝贝 领回家里让我们看看 是啊 你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吗 爸 爸 喝茶 好 好好好 妈 喝茶 谢谢雷雷 你们也喝呀 你们也喝 你们也喝呀 我们自己来 自己来 不喝 喝你们 爸 要不我们 先把菜点了 还真饿了 天是饿了 是吧 是吧 服务员 来 菜单给我 爸 妈 你们看看你们想吃什么 你就自己看着安排 老年田 你就点 我来啊 好好好 这个不错啊 这个好 这个来一个 点 这个贝贝爱吃啊 好 那点 点上 点一个 点一个 松鼠鲑鱼 这个你们爱吃 这个我最爱吃了 那怎么吃啊 点一个 点一点 好 婷姐 你们爱吃什么 你们看看啊 你点吧 你点 来 来 我看看 那我 这个怎么没点啊 这个贝贝最爱吃了 再点个这个 再来个烫 差不多 服务员 就照着这些点吧 好的 您稍等 等一下 我爸妈口味淡 让厨师少放盐 嗯 好的 等一会儿 我口味重 加一道毛血旺 好的 您稍等 莉莉 你叫哪儿服务员 让他催催热菜 这再上来几道菜 好 服务员 我们这热菜呢 怎么这么慢的 毒化的 莉莉 让服务员再拿点餐巾纸 不够了 餐巾纸不就在那儿吗 你还这样叫服务员 这自己拿就行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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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你还吃那牛肉粒 是不是 我们转过来啊 叔叔阿姨 知道松鼠鲑鱼 是这个招牌菜 你们多吃点 好 好好好 贝贝你也吃 来 来 好好好 雷雷这个孩子啊 孝顺又懂事 对我们家贝贝 那也是知冷知热的 你看这照顾的 把女儿交给他呀 我们放心 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咱们两家 商量商量结婚的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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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母娘 您说 我呢 是听说 雷雷想让家里支持买房 遇到了点困难 没有啊 没有 就是孩子们提得太突然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商量呢 以后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了 有什么困难说出来一起解决 嗯 我倒是觉得这买不买房啊 其实不重要 我有个主意 不如说出来 二位听听 说吧 您说 我想啊 让雷雷做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送给我们李家当儿子 这样就不用买新房了 嗯 这也好 不过 以后他们俩的孩子也得姓李 但是你知道啊 现在这个思想都开放了 是 二位应该不会介意哈 二位 姓家 我们这思想 还真没有您说那么开通 不瞒您二位说 我们老官家三代单传 您想想 我们把孩子养这么大 做一个上门女婿 您二位觉得这个合适吗 我们呢 也是没有办法 双方呢 都是为了孩子 只能妥协嘛 这就是个建议 你得问问孩子们的意思哈 雷雷 你是怎么想的 我是一直觉着 我是我们家的父母 我也不想再给我爸妈添堵了 既然老丈人 丈母娘那么疼我 我当然愿意 做你们的上门女婿啊 我说啊 你说你这小子 吃菜 爸妈 要不这事以后再说吧 我们过两三年结婚也是可以 小孩子不懂事 耍啥嘴 这不是商量吗 也没拍板作数对不对 这 我们两家都在回去考虑考虑 婚姻大事 而且咱们也都是为了孩子 幸福着想 对 双方都是为了儿女啊 好 小沈怎么说啊 现在只能等待调查结果 所以暂时停飞 多久没说吗 多久还不知道 不是 师傅他也是为了救人 领导总不能不考虑这个吧 反正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如果要触罚我 我接受 这马不平息的 就休息会儿吧 本来是昨天晚上的手术 已经延期了 别人不能再等 真以为自己是贴打的 我还不想 妈妈打那么多电话 怎么不接呢 发那么多微信也不回 你不会从上海一回来 就笨手术室了吧 超负荷运转对身体不好 你是当大医生的 这点道理比妈妈清楚 不许老让妈妈担心 知道吗 小灵 把这个登记表 存一下党吧 好 好的 徐老师 休兰大姐 好 王承认 您好 您好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金牌调解员 徐秀兰同志 徐秀兰 谢谢 不敢不敢 大姐 这几位啊 就是我们幸福里小区的 调解员 他们呀 有棘手问题向请教请教您 没问题啊 那咱们办公室聊 好的 好的 请 请 请 秀兰大姐 情况您也了解了 今天啊 她们几个就是为这事来的 嗯 是 是啊 这个呀 就是幸福里小区的 关系困难户的名单 您看看 挑几家 典型的 调解调解 好好的给他们上堂课 对对对 是 没问题 一会儿你们带我去 报告 二姐回来了 知道了 咱那天说你房 房子的事 现在就开会 得嘞 这 开会不带妈这一看 又是冲着我来的呗 我就代表你妈的意思了 是这样的啊 这个事呢 现在已经发生了质变 包的婚事 已经没得商量了 你呢 把你存在你妈那儿的钱 全都拿出来 算是我 你妈 还有你弟弟跟你借着 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 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爸 爸 你刚才说你们 你们一家人 朝我借的 那我就想知道 那到时候怎么还呀 借多少时间呀 是分期付呢 还是全款还我啊 关雨晴 你这下有点过了吧 你这当女儿 你还想做爸的战术 你太腻无了问题了 别别别别 雨晴 你也体谅体谅家里 昨天庆姐提出来了 要是没有房结婚 那就得给人家 做上门女婿 我关永年 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丢不起这个人 好了 爸 爸 爸身体不好 咱也别吵了 这样 你要不肯租这钱 行 那这房子 就是县城的房子 装修装修 一切从简 我就在这儿接了得了 爸 行 我没事 爸 雨晴 你看着你弟弟 多懂事啊 但是我有一点 就是媳妇跟公婆 住一企业就算了 再加一大姑子 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啊 就我的意思是 姐 你能不能就搬出去 可以啊 只要你在这里结婚 那你就搬出去啊 你这下太伟大 那我再提一个要求啊 这边你看你能不能把 你那房产证上的名字 给拿掉 学费的事 我肯定吃亏了 对吧 现在只要你把名字拿掉 那咱俩 就从此一笔勾销 行不行 你就当宋弟弟 一个结婚大礼 行不行 能不能不要动不动 就说什么学费的事 该还的 我也还得差不多了啊 现在 我们先说这房子的事 把我的名字 先拿出去 对吧 接下来再把爸妈的名字 也拿出去 试试这个流程吧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没你那么有心眼啊 你干嘛呢 你防贼呢你 我就防你呢 我告诉你 我可以从这个家搬走 没问题 但是把我的名字 划出去不可能 爸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好 从买戒指开始 我就一让再让 可是他从来 就没想让我好过 行了 爸 以后要生了孙子 万一姓李不姓关 这事不怪我 宝儿 我胡说什么啊你 这狂狂你懂事 我就是他一种事 我 行了 行了 你看谁家典型 咱们先上谁家 像这种101 其实人不错 热心肠 但就是特别重男轻女 把儿子搁在心里头惯着 到现在没有工作 在下啃老 加利 谢谢啊 谢谢 我给我打个电话 喂 妈 打电话了 我刚下手术 今天怎么这么早 手术就结束了 您现在哪儿啊 我要去一会儿 做调解工作 一会儿就会结束 怎么着 要不晚上我们出去吃啊 好啊 那您给我发个地址 好好好 我又给你发个定位 你来接我啊 好 那就这样 我儿子 我儿子可优秀了啊 别别别 你别拦我 你别拦我 你干什么呀 爸 你听我说 爸 爸 你得听话 你都长大了 您拦我 听话 宝儿 您别拦我了 别犯魂 我告诉你 您拦我 您拦不住 咱有话好好说 回头跟你姐好好商量 不行 我今天下定了决心 我就是让走出这个家门 下什么决心点 谁呀 老关 开开门 我是小崔 来了 来了 崔主任 您怎么来了 老关 这家里怎么闹哄哄的 正巧 征阳街道的金牌调解员 就在聚委会上课 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关小宁 崔主任 其实我们家没什么矛盾 用不着调解 你就上别的家去吧 老关啊 家家有本难您的精 有矛盾 我觉得 这不丢人 把道理说通了 讲开了就好了 是啊 是啊 那个 徐老师 你跟老关沟通沟通 我还去别的家看看 忙着呢 好好 你去 你去 您别走 崔主任 老伙子 我觉得你的委屈 是最大的 跟阿姨聊聊 阿姨好 阿姨您里边请你来 好 我给您信息道理 好 好 不是 请坐 阿姨 这边坐 阿姨您渴吧 阿姨您看啊 当年上大学 我就已经为我二姐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好 现在呢 轮到我结婚了 我需要他帮忙了 他翻脸不认人了 您就帮我评评理 您说这事到底谁对谁错 关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关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结婚这么大的事 他不帮忙 不帮 那还是亲姐弟吗 听听 听听 对呀 专家的眼睛 雪亮的 雪雪亮亮的 我觉得 不仅是现在帮忙 今后娶妻 生子 生活 工作 什么赞养老人 他都得帮 阿姨 这些我都不敢要求 他只要把房子事儿答应 那我都谢天谢地了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了啊 你人生这些大事 他都帮你做了 那还要你干吗 你整天混日子 一事无成 丢不丢脸呢 孝敬不了老人 你丢不丢脸 有点事 这出去跟人家借钱 你丢不丢脸 啃父母 啃姐姐 全家人放不过 你丢不丢脸 爸 伪专家 你来批TK一下 来 那个 我们家孩子还小呢 那不能代表 说以后他就没有作为 现在他姐姐 也就是临时帮一下忙 那 那给他机会啊 关正宁啊 你的问题最严重了 咱们待会儿再说 我先说说你二姐 唐二姐 关正宁 您见我吗 对 叫你 过来 你坐下 我觉得啊 你不能翻脸不认人 是是是 你的职业很好 工资收入也很高 但是你在这一家里 你不能够说大搞一言堂啊 那么强势啊 是吧 你不能眼里 没有家里的人呢 对吧 你这是不对的 关家妈妈 我再说说您啊 我觉得教育孩子吧 就像种树 你要常修常检 才能绿树成荫 您说对吧 我跟您分享一下 我的经验啊 我呢是 用整个生命 去对待我儿子 我是全身心的 投入和奉献 对我儿子的学业 生活 思想 感情 我全都要抓 我全都要了解 我全都把关 这么跟您说吧 我儿子现在非常地优秀 让我做母亲很骄傲啊 关家妈妈呀 是这样啊 我做调节工作呢 向来是直来直去 是我直言 我觉得您这个母亲 不负责任 真的 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这个阿姨 您刚才说震雷 还是说我的部分 我觉得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啊 我也会努力地去改正 但是 我的母亲 在这个家里做了什么 我们当儿女都很清楚 作为女儿 不允许任何人去诋毁她 还有您刚才说 您用整个生命 去对待儿子 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 我很质疑 您的儿子难道不会窒息吗 这就是你们的家教 长辈说话你随意插嘴 我姑且不济 好 还回到我儿子的话题 我儿子从小学就是学霸 读博士仍然是学霸 还到了工作单位 他的专业非常地霸气 领导非常重视 试试说话呀 那我现在能说话了吗 雷雨 你说吧 我觉得学历和职务 不代表素养和品质 您最好呀 还是少管一些我们家的事 多关心关心您儿子的 心理状况 他压力这么大 容易掉头发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您哪 还是先管好您自个儿的儿子 我老婆和闺女 什么时候轮到您教训了 还有儿子 对呀 还有我儿子 是吗 对不起 我们家不欢迎您 您请吧 你欢迎不欢迎是你的问题 我做不做工作是我的问题 您不是我们请来的 是 不是 但是街道请我过来 这一次你上哪家来呀 是 儿子 你来了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儿子 调节完了吗 这是你妈 这家人的素质啊简直是 喂 喂 喂 您说话注意一点啊 走了吗 怎么谁素质 怎么了 他们家不是一天两天 能解决的 对不起啊 打扰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结果 慢走 不送 有空别来啊 好了 好了 什么人哪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他儿子 今天特意上门 打击报复来了 爸 你之前跟这个阿姨认识啊 上回人民共同相亲大会 见过一回 好家伙 就那大会 整个就看他一人子了 瞧他可劲 吹他儿子 推荐他儿子 我把话撂哪儿 谁家闺女要是 嫁给他们家了 那可倒了血没了 咱不学他啊 他有儿子 我还有儿子呢 好 好 爸不生气了 不生气 不生气了 爸一直觉着 你就是好孩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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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生气 二姐男佣 谢谢 客气 来这么贵的地儿吃饭 这得花多少钱哪 咱俩好久没一块儿吃饭了 今天我好好陪陪你 随便点 行 来 你说咱们娘俩多和谐 咱们家太和谐了 就这老关家 简直太热闹了 好家伙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你跟他们倒什么气 你应该帮老妈说话 妈 他们家人那么多 我不是怕您吃亏吗 也对 还是我儿子 那我点了啊 点 点 点 来 王主任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有一个急诊的病人 需要我马上去做个手术 这饭吃不上了 您随便点 回头把账单给我 我给您报销 等会去 等会去 这边就有人要紧 我走了啊 吃好啊 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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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子 真是让我太骄傲了 回家煮面去 林漾 你这是 你 我看你衣服 都蹭脏了 没注意 我 我帮你拿去干洗吧 不用了 我回头自己拿着洗就行了 你哪有时间啊 我看这料子挺好的 万一水洗就毁了 不会的 我 我知道 这个衣服得干洗 那个是需要马上签字的 这个交给我吧 好 那就麻烦你了 就当欠我一根情 换板完成 行 应该不小心 还嫉妒 好了 我们好 我一定要做一个 所以我们个人 这个 雅玛 什么 这 我 前降之出血 根本止不住 来 接住嘴 好 靠近植根部血管撕裂 已经没办法修补了 取入我那动脉 患者需要搭桥 是 是 是 好 大夫 徐大夫 徐大夫 娘娘 是你给我弟弟做的手术 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出点小状况 但手术还算顺利 太好了 太好了 太谢谢了 你先去办手去吧 好好好 谢谢啊 徐大夫 谢谢 谢谢 徐大夫 谢谢你啊 真的没想到 最后 还是你给志武做了主治医生 这事跟你没关系 每个主治医生的病人 都是我们医院的病人 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有没有人请托都一样 我明白 除了家属以外 没有人比医生更希望 患者能够早日康复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你 因为志武 对我姐姐的家庭 真的很重要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先去忙了 建林啊 欢迎您就任我院 副院长一职啊 张院长 我这是老员工回归呀 是啊 您可是我院 新外科的老主任 当初你去国外进修 又参加原疆医疗计划 一待就是几十年 总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心脏移植中心的事 我就交到你手里了 老高毕端全力以赴 来 坐下聊 来来来来 坐 我帮您 我帮您 好嘞 谢谢啊 许阿姨 林杰啊 您怎么来了 我那个给清风送汤 我帮您 给我吧 给我吧 慢点啊 好好好 阿姨 我帮您一下厨房 帮忙把汤加热了 那好了 还弄个保温筒 谢谢 谢谢了 这保温筒谁的呀 消毒没有啊 这个保温筒 就是清风的呀 我门诊平常特别忙 他经常来不及吃饭 我就帮他打点 真好 真好 真是麻烦你了啊 您 您坐 您在这儿等他 我会不会太打扰你了 我会不会太打扰你了 完全不会 您坐下歇会 好了 您坐会吧 我别打扰你了 你看这事 他不忙 刚取回来的衣服是吧 对啊 这衣服 这衣服 这是我儿子的呀 怎么你 对 这是清风的西装 他太忙了 没时间 我就帮他送干洗店 刚取回来 不是 林姐 你平时也是这么照顾 我们清风吗 我阿姨 我这哪算能上照顾呀 都是小事 就算大把手吧 林姐 林姐 你这 来来来 快快快 快坐 坐坐坐 你跟我们清风 你看工作上是搭档有默契 生活上呢你又这么照顾他 算不上 算不上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对了 咱俩是不是没有微信呢 还没 没 没加过 加加加加快点 我怎么可能 没有你的微信呢 真是不可能的 来来来 你扫我